哈喽大家好我是乖乌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国君搞什么 今天要跟大家讨论的主题是 彰化辱骂长官警罚金一万元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的话 麻烦帮我按赞订阅并分享我的影片 谢谢大家 110年1月6日台东地方法院宣判 台东邱信女志愿义献兵 在基地训练时不爽赴分队长口气 当众怒呛干插娘击插 违反陆海空军刑法公然侮辱长官罪 判决罚金一万元 你没听错是一万元 检方认为过清恐不力国军管理 提起上诉却招驳回 这一事件真的影响了国军各阶层领导干部的士气 对耳后基层管理做法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国防部因积极面对军法移入司法所产生的后续相关问题 如处置不当 绝对会造成暂时各种乱象产生 大家要知道陆海空军刑法第47条第一项 违抗上级机关或长官职权范围内所下达或发布与军事有关之命令者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49条第一项对于长官施以强暴、胁迫或恐吓者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所以丘信士兵这个行为要面对的刑责是相当重的 但是最后台东地方法院仅轻判罚金一万元 真的让我不胜唏嘘啊 各位法官们 你们知道吗 军法只是移入司法不是废除耶 陆海空军刑法和军事审判法都还在啊 那你们到底是怎么判案的啊 到底你们的考量是什么 虽然我对法律不是很了解啦 但是有期徒刑跟罚金一万元会不会差太多了 而且他这种行为已经严重破坏长官之领导威信 可说是军中的大忌啊 现在是平时你看不出有什么影响 当战事来临的时候 如果部署都这样对待长官的话 这仗也不用打了是不是 当初设立陆海空军刑法法则 一定有他的道理嘛 纪律对于部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军人不是老百姓 一定要用最高的标准来看待 希望法官都能了解 当初设立陆海空军刑法的初衷 协助部队军纪的维持 以发扬国军基层整体战力 以上是我针对彰化辱骂长官 警罚金一万元的想法 就提供大家做参考啰 如果大家对国军基层各项事务 有什么问题的话 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 我会尽力为大家解答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的话 麻烦帮我按赞 订阅 并分享我的影片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